這我去 好 朋友們 還沒倒水的趕快 好 那現在請現場各位朋友把右手借給我 右手借給我 右手舉高 右手借給我 右手借給我 感謝大家 很強 我覺得很強喔 對對對 好 謝謝大家 那我一樣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下半場的活動 順序是這樣的 就是我們每位講者呢 有十分鐘的分享時間 那在講者十分鐘分享結束之後呢 要我們旁邊有計時 時間到了的話 我一樣不能拿你怎麼樣 那 會由我幫 就引導大家然後做五分鐘的QA 那歡迎大家盡量提問盡量提問 有什麼沒聽清楚的 好奇的 就盡量問 那我們下面第一位講者呢 是張玉珍 他現在就讀的是台大圖資所 那其實我自己也是唸圖書資訊學系的 那不曉得 大家對圖書資訊學系有什麼樣的想法 就我自己當初在選擇這個科系的時候 我就想說 哇 那我可能就是 會進去一個充滿都是書的一個地方 對 因為我當時很喜歡看書 現在不太一樣了 對 對不對 當時喜歡看書 那會覺得 喔 我假如可以到那個地方 都是書 那我每天就泡在裡面就好了 結果想像不太一樣 其實我們圖資系有不同的專業 可是很多人都認為圖資系出來就是當圖書館員 當然也很多人做了圖書館員 那還有其他不同的路 那我們來看看玉珍 他在台大圖資所裡面做了什麼樣不一樣的事情 掌聲歡迎 好 謝謝學長 我都一直跟月亮裝熟說他是我學長 oh sorry 然後 對 然後這個題目其實 有點gay by think different make a difference 然後因為 月亮他們很壞 他們是上禮拜二的時候 臨時就是用Facebook message 跟我說 你可不可以下禮拜來講 然後我說好啊 他就說那你10秒鐘給我標題 那時候我在捷運上面 我就想說完蛋了完蛋了要給他什麼標題 但是我真的太尊敬學長了 所以我就10秒鐘 就想了一個就是 疑似就是晃 就是晃過腦中的一句話 對 think different 但是我覺得這句話也是能夠代表我說 我這三年來 因為我現在研究所第三年嘛 然後我大概就是從研究所開始才 真正想說自己要做什麼 自己可以當什麼 然後我會什麼 對 所以我覺得這句話其實也算是我 這兩三年來的一個滿寫實的一句話 然後我現在是就讀圖資所的碩三 然後今年會把論文寫完 如果順利的話 然後明年會出國半年這樣子 然後我也是rebus來抱著 這個部落格平台的共同創辦人 然後希望大家都可以上去看看我們的東西 然後之後我也會稍微介紹一下 這是一個什麼樣的平台 好 然後我是大學就念台大 然後在2011年的時候 推增上圖資所 然後明年會到這個芬蘭的學校去當交換學生 然後到那邊可能會去研究一些有關老人 社會創建議題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也可以跟我討論 然後我參加的比賽呢 主要就是應該很多大學生 我參加過YEF跟ATCC ATCC是我今年參加的比賽 然後也是在這個活動裡面 就是有認識阿楓這樣子 對 所以才會稍微跟焦點有點連結 好 我 然後再來就是我實習經驗有三個 第一個是我在 有一家叫玉山科技協會的協會 當實習生 然後當了一個 100人的規模的營隊的總招 就是玉山青年金論壇 再來呢 我就到資策會的MIC 就是剛剛那兩位 姐姐 姐姐還在嗎 對 就是到那個 算 也不算算那個部門 因為MIC很大 然後在那邊到兩個月實習生後 留在 支撐會再一年 就是幫忙整理一些產業情報資料 等等的工作 然後幫忙辦一些演講阿等等 然後現在我的工作呢 從2012年12月開始 我是在一家叫玩透透的公司 這家公司主要是開發 IOS App的 然後它是 我是主要製作Business的部分 就是像是 一些 行銷啦 寫企劃書啦 申請政府案 什麼事情我都會 就是除了Coding之外 事情我們都要做就對了 對 所以也是很雜 然後 可是就是隨時都要上正常的感覺 是滿刺激的這樣子 然後我目前還在這邊 然後就12月底結束後就會走 好 然後 最重要的是 我現在是 ReBus來抱這的共同創辦人 然後 作者還有公關 所以就是 如果想要跟我合作了 就可以來找我就好了 然後 要講比較特別的是 ReBus這個東西 是我在 支撤會當實習生的時候 跟我的partner一起 就是有個小想法 然後我們最後討論出來 所以形成了一個這個東西 然後等一下後面會跟大家講一下 就是這段心路歷程 好 然後 這句話 我是覺得還滿 就是很 真的很像我大四的寫照 就是 我大學的時候 什麼活動都沒有燒啊 社團啦 戲上活動啦 當總招啦 然後碧聯會啦 碧舞啊等等的東西 我都玩過 但是 在畢業 在大四那一年 我就是受到很大的衝擊 就是我 台大畢業看起來不錯嘛 但是 當我走在 路上 別人問我說 土字系在幹嘛的時候 其實我有時候會講不出來 然後 我當 我當我跟別人說 都是土字系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眼神都會很奇怪 就是一副充滿了疑惑 就是疑惑到一個不行 然後 問我 土字系在幹嘛 說我可能也很疑惑的看著他 他說我不知道 對 所以其實 看起來就是經驗很豐富啦 然後台大感覺很多課都修過啦 但是 在真正要 面對一個人生的交接點的時候 其實我是非常的茫然的 就是我會發現說 其實我要面對的非常多 當我走在就業博覽會的時候 我問那個攤位的工作人員說 喔 土字系的人適合什麼工作 他們也回答不出來 然後直接就跟我說 嗯 就是一個助理吧 然後那時候我就 就是想說 啊 好歹也是念了台大四年的 對 然後就會有種感覺就是 蛤 怎麼辦 那接下來我該怎麼辦呢 好 好 所以說 然後在跟很多朋友 在討論一些人生的規劃的時候 也是覺得說 好像大家都把人生分成 就是二分法了 你是成功就成功 你是失敗就失敗 你就是進好公司 跟進男公司的差別 就是拿22K跟不是22K的差別 然後我就會覺得 嗯 很疑惑想說 那我的人生真的就這樣子了嗎 所以那時候 我媽就會直接說 我看得出來 你不知道自己要做什麼 那你要不要去念個研究所 我就說好啊 那我再拖個三年 好了 圖事所要念三年 我想說 好那就是念嘛 反正我沒有很喜歡 沒有很討厭 那至少我 我如果大學畢業 剛出去工作 我可能也 不是做一個很好的工作 我什麼經驗都沒有 我也沒有實習過 我也沒有比賽過 好那就是再試試看好了 再待個三年 OK 好 然後 這個東西 就是我剛才有講的嗎 就是大家都會很疑惑 看著我說圖之鎖在幹嘛 然後我在跟一些長輩聊天的時候 他們也會 嗯 就會說 那你以後是要做什麼 你是要進圖書館嗎 還是要 那你能做什麼 你好像也不是館院出身的 有什麼好公司會要你 然後那時候其實我一直很痛苦 會覺得說 為什麼我的學校 或是我的一些經歷 可以讓別人一眼就會決定說我會什麼 對 然後 在我最痛苦的時候 我的好朋友拯救我 他給我了一個 是一個網址 然後是資側會MIC的 一個屬期 招募同志 可是他上面就是很狠的寫著說 就是你要就是要商管背景的科系 才可以報名 然後他就跟我說你管他的你就投 我就說好那我就投 然後我就是投了之後就被交去面試了 然後面試官好像也滿喜歡我的 說我很有邏輯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對然後就是就讓我進去了 所以那時候我才覺得 我才發現說其實 並不是別人看清我們 或是別人覺得我們能力不夠 而是他們其實不知道我們是在做什麼 所以其實 我有時候就會一直跟我朋友抱怨啊說 為什麼媒體上都寫大學三四草莓組 我們就看到我的同學們都非常努力在做事情 他們花了很多時間在比賽 花了很多時間在實習 那為什麼當然都看不到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雙向共同的問題 我們應該要更努力去展現說 我們自己會什麼 以及我們是些什麼 我們是什麼樣的人 對所以如果真的 真的世界上 世界上台灣真的太多不友善的眼神了 大老闆啊或是主管啊 爸媽甚至是爸媽 他們其實都有 常常會出現這種不友善的眼神的時候 其實我們都要學習去 學習去 就是為自己挺身而出 對就是你應該要去很努力的去證明說 我就是一個很棒的人 I supposed to be here 對就是我覺得 在這段期間我對我衝擊最大 以及我學到最多的東西 好 嗯 好 所以說就是 今天就是大概有四點 就是可能要跟大家share 不是可能 對就是要跟大家share一下 一直在講些罪字 第一個就是 嗯 嗯 就是我看就是那時候我在玉山實習的時候 然後剛好遇到這個講者 然後他這句話真的是我非常喜歡的 他說你要認清自己的弱點 然後而且不要隨波逐流 不要大家去念什麼就跟著念什麼 你應該去多認識自己 有什麼優點有什麼樣的弱點 才可以走出不一樣的路 對他是一個很棒的講者 他有在TEDEX台北有演講過 大家可以去找一下 好 然後這篇文章也是對我來說非常 呃有意義的 以及也是等於說 救了我這三年的一篇文章 他是說就是你 因為很多人都是在職場上會進修嗎 他說其實你不要想 光想的人去進修 你應該想著說 你會什麼 以及你有什麼樣的優點 然後去融合你想做的事情 然後打造出一個全新的自己 對就大家可以去看一下一二七六七 可是我記得上週的網站已經 把這篇文章鎖起來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別的部落格轉貼的 我是覺得這篇文章非常的棒 如果你還是有點迷茫 或是你覺得厭倦你現在的生活 說其實可以參考看看 好啊好沒關係 好第二個就是對自己誠實 我稍微講快一點 對然後這是我 因為我自己很愛減肥 然後這是我 這是我自己有一個想法 就是其實我們大家都對自己很不誠實 就是你明明就是該運動了 但是我們其實都會想說 好啦穿深色素看起來比較瘦 是不是穿蝴蝶袖 才可以遮住自己的墜肉等等 但是為什麼你不去運動呢 就是你明明就知道運動對你比較好 但是為什麼你必須做這件事情 對所以說其實我覺得 第一點就是 非常重要一點就是 你必須對自己誠實 你應該知道說自己哪裡弱 你應該知道自己不夠瘦 或是你就是不運動你才不瘦 那你就去運動嘛 對就是不要再用一些顯瘦 然後穿衣髮來就是欺騙自己 欺騙大家這樣子 對 好 我時間快不夠了對不起 然後這句話也是我最近 內心在尖叫的 為什麼我不會什麼 為什麼我不選 illustrator 為什麼我不學 coding 為什麼我不幹嘛不幹嘛 就當我尖叫了千百次的時候 我就知道說其實我想做這件事情 然後我就去做了 對所以最近有開始學一些新東西 然後可能如果大家有這方面的長處的話 其實我也可以跟你們討教一下 好 然後 嗯 OK 然後再來就是 因為我進 我那個APP公司工作嘛 所以常會用到一些還不錯的工具 我是覺得這個部分非常重要 就是我用Evernote去記一下說 我每天要做什麼 以及每天我工作後的心得 然後用Pocket 這個工具非常棒 就是你可以去把一些你 來不及看的網頁存起來 對然後你可以後面慢慢的回味 以及 好對不起 好慢慢的回味 然後Wonderless就是代辦事項目 然後Feederly就是RSS軟體 對就是可以交互使用 然後可以去好好記錄自己的想法 跟機會等等 好再來就是 好 月亮對不起 再給我一點時間 好 然後我全部弄完好了 就是那時候我在自策會 實習的時候 好 然後我就對一些科技網路啦 商業的東西非常有興趣 然後就每天都會練習看文章 那時候我就會想說 啊好想寫部落格喔 就是好想寫一些東西喔 就是用一個自己的部落格 對 但是呢 後來我跟我們 跟我的MIC的partner討論之後 我們發現說 自己寫好像不會持久耶 就是自己寫可能寫一篇 那部落格就散了 那不如大家一起寫嘛 好我們就寫說 那我們一起來寫一個好了 好 再來呢 再來呢 按不下去 等一下啊 好 再來我把它弄好了 好再來就是 可是我們一開始就會很害怕說 我們只是學生 我們那時候都只是碩士班學生 外面那麼多專業的部落格 那 或有人不想聽我們講話 或覺得我們見識錢包 覺得我們 就是沒有什麼論點這樣子 但是我們還是做了 我們就從三個人的想法 然後變到現在有二十多位共同作者 然後我們有跟一些 滿主要的部落格都是合作夥伴 其實焦點我們也是算是媒體協辦之一 對 然後我們就是專門報一些創新創意點子啊 然後 去訪問了很多校園跟新創團隊 所以如果你們有在創業的 或是有些很好的點子 其實可以來聯絡我 然後我會採訪你們這樣子 對 然後還有未來可能還有很多很棒的點 好 這就是我們的平台 然後就大家可以 等一下就上網看一下 因為這邊有Wi-Fi嘛 對 大家就可以上網看一下說 就是上面有什麼樣的東西 然後可以給我們一些建議 對 這是一個很神奇的過程啦 就是 你會覺得說 當初只是一個小小的想法 但當有人Push你 以及 你覺得這可行的時候 就可以把它變成一個 這麼 真實的東西 這是 我覺得我這輩子以來做過最 最勇敢以及 最讓我自己 嗯 不敢相信的 一個決定 好 好 所以說這是 呃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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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多醉 宿業時間不夠 然後就是 我覺得我在這邊練到的但是 對 我敢去寫那些東西 我不只是把原文翻譯過來而已 我還可以加入自己的論點 然後我自己 呃 透過這個東西也認識很多很棒的創業家 然後 呃 什麼都來 什麼東西都來真的 所以我的知識力會變很強 然後再來就是 我們常常會犯錯 那沒有關係 就是傳 error 好 所以就是 這就是我的一些 砍掉重練 砍掉重練的過程這樣子 真實面對自己 你用跳出框架 然後就是 機會來就很很把他抓住 就算他很想甩掉你 你也絕對要把他抓住這樣子 然後 把成功當習慣 就是你應該 也不是說你一定每次都會成功 但是你至少要覺得自己會成功 你才會認真去做這件事情 但是就是請做好狗吃吃的準備 對 我相信每個人其實都會狗吃吃好幾次 那就是做好這個準備 穿好你的護膝 但是你就是隨時要爬起來 好 所以就是 就人生都是永遠的測試版 就是 這一秒自己一定要比前一秒自己還好 不要今天和明天 就是這一秒 就是把自己弄好吧 對然後就是 就是如果有興趣 歡迎來RAPBuds來看一看 然後或是用 透過下列的方式跟我交流跟分享 恩 謝謝 因為此次的關係 我們就開放兩個問題好嗎 好 好 先來開放兩個問題 快問我快問我 哈哈 為什麼都可以 對 問一下 喔 好 好 請問一下 你剛剛有說掉就是 就是 不要完全放棄自己的專業 是 那你會談談就是 你的付出資訊系 跟你後來之間的關係 是什麼 好 因為我剛剛有說到 我比ATCC 嘛 ATCC它其實是個商業競賽 所以我們一開始都會想說 因為很 我很 常常會介紹一些這種活動 給我們圖資系的學弟妹 但他們都會很害怕 會想說 我 我不是管院的 我又不是會那些經濟的東西 那我參加會不會 我顯得我很弱 對 但是 我在比ATCC 就是我們那時候是幫研華店 做 嗯 B2B的行銷 那時候我才發現 圖資系完全用上場了 因為圖資常常會 呃 去研究一些網路的資源 以及使用者怎麼在網路上面 找東西 以及他們會產生什麼樣的 影響跟效果 那其實在 用在行銷上面 是完全 有用的 而且 而且搞不好還會更深入 因為我們更深入的去 了解 使用者在想什麼 以及他們的行為 對 所以那時候其實整個 team 就是 我就負責行銷這一塊 而且我也覺得我 藉由我本身的專業 其實幫到 team 非常多 對 我是覺得這個地方是 因為那時候 其實那個地方講來慚愧 就是我那時候 為了比賽 我三個月沒有跟老師 meeting 對 但是我那時候就是跟老師說 老師 我三個月都在比賽 對不起 但是我發現圖資的東西 非常的有用耶 然後就很開心 他說 那他再請你跟學弟妹分享吧 我就逃過一劫了 對 所以其實 我會覺得 真的自己的專業不要放掉 就算你是念一些非常非常冷門的 你覺得出去沒有會樣 其實 其實才是最寶貴的 因為別人不會 對 其實有些東西你要學學很快 像是一些行銷的東西 其實也不是說 不是行銷太簡單 而是說行銷這種東西 其實 是需要很多的經驗 跟很多的 不同的科系的背景 所融合在一起的 對 所以我會覺得 這個東西 因為我學了四年 所以我會很有 sense 然後就可以幫助我 或是幫助我的聽非常多 恩 謝謝 那你為什麼會認識 這個人 可未而神 所以我會覺得 大事 跟他很不可 等等 這個人 可以 對 有 这么長yse 像是 這個人 對 Fer